田斌们欺负你了 因为啥呀 那什么大美说要想吃羊肉串啊 我和你吃到点浪漫的气氛 就在小区里我支个炉子 刚把这炉子支撑 羊肉串没帮我全的 田斌们就来了 说你不能在这整着污染环境 代表物业把我这玩意就不能收回来 该 这才该呢 你挺大个个的挺大个脑瓜的 小区不让烧烤你不知道啊 你咋这么赶呢 别耽误我正事啊 赶紧给钱做人 赶紧给钱 把钱给我 给钱 不要提钱的事 你先坐这 你看他做什么有正事 你还给我说一说 我看我能帮上忙吗 不用你帮 不用我帮 你每回有事你不找哥 哪回不是哥帮你忙的 今天是小米粒过生日 但是一会儿他要去山区 给小鹏说爱心 我要珍惜我们俩 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听好吗 是我们俩 你能帮着吗 就因为你们俩 我跟你说 我这忙我必须得帮 必须得我在这啊 你知道吗 一会儿你看你们俩在一块 你喝酒啊 然后吃菜去 你支吻我一下 晚上我跟你忙活起来 你这多好啊 你多有面子啊 你啥意思吧 没别的意思啊 我就行得跟你当一天助理 你把那十二碗嘎嘎的汤钱顶咯 那琴子 你要不要你那大资格脸呢 成交了 啥玩意 成交啊 不是什么 成交成交成交了 成交成交了 再不成交我就散架子了 行行行行 帮回帮啊 不许帮到门儿啊 好不好 放心吧 你说怎么帮 第一步 我呀 学了一首歌 叫《其实你不懂我这心》 学了两个躲鱼 我唱完这首歌之后呢 你就把两杯红酒读完上来 我们俩一干杯 第一步就成功了 太好了 红酒配嘎嘎汤绝配啊 别上嘎嘎汤上红酒 我知道先上红酒后上嘎嘎吗 哎呦嘎嘎汤 你嘎嘎汤没关系 没嘎嘎汤啊 那是红酒 那这这下面呢 第二步 就是我给肖米热 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小人说 曼雅 作为你的贴身助理 我得说点我心里话 你是不是傻啊 咋的呢 我小米热 我一巴掌我踢死你 哪有过程给你送小人书的 大琴呀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就这个礼物啊 给小米热一送 她顿时就喜欢 你信不信 我信 小米热傻 你还想不想干了啊 给钱走人 不是 不是 小米热 怎么这么好呢 好不好 我傻 小米热 小米热 小米热呢 你咋来了呢 小米热找我跟她过生日啊 小米热说了让你回去吧 为啥呀 她走了 全走的 你啥时候来的 我刚来啊 她刚走 啊 大琴子 哎 给我推出去 好 坐着 哎呦你妈 哎 坐着 等会儿 你推我干啥 你推她 你不是说的把你推出去吗 什么玩意推我她的 你啥意思啊 我要给小米热过生日啊 她礼物都带了 哎 他那点礼物老贵了 那能咋的呀 还能咋的 一会儿看哥怎么帮你吧 田经理 礼物啊 那什么都先放我这 一会儿你们三个过生日的时候 你叫我 我这一句给你展现出来 行吗 行 拿走 谢谢啊 红酒也拿走 都拿走 你们两个都到了 什么链 我知道 你们两个今天都想给我过生日 但等会儿我着急要赶时间 我要去山里给孩子们送温暖 所以我就把你们两个约在一起 咱们三个一起过个生日行吗 等会儿小链链 咱俩一起过呀 我不舒服 三人一起过我还不舒服 三人一起过不舒服的话 那你俩过吧 我走了 哎哎哎哎 小链链 别别别别 别别走 别走 你走了给谁过去啊 我还跟你走一首链链 对啊 我也准备一首歌呢 我不爱听啊 也不唱给你听啊 你拿去唱给谁 小链链 我先放下来 停停停停停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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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唱啊 你别练义你我了 你还唱 一般大腕人都是放到最后唱 你真是要他唱 对对对对对 你先唱吧 那你先唱啊 我先唱了 那行 那我先唱 你说我相遇 我摸不定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小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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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王小翘 你不是也要送我一首歌吗 你该不会是跟人笨笨唱一样的吧 不 不一样 我们不 我们不不不一样 不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 我们就这里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 我谢谢你们两个的歌 但是我真的着急要赶分 我还给你嘴 大行的 上红酒 上红酒 好 快 小米亮 好 这是我们老板 往下精心给你准备了红酒 祝你生日快乐 小青儿 谢谢你 你想得真走到 她还说了喝完你就可以上路了 赶路 是赶路 是赶路 大行的 你是传说中的祖祖礼物啊 行了行了 别闹了 我真的着急了 别闹了 我还给你准备礼物了呢 准备礼物了 快 大行的上礼物 快快快快 把我礼物给拿来 天奔奔奔 你想干啥呀 我上啥 你上啥 是不是啊 行行行行 这回我还让你先来 小米烈 我不是吹啊 我一会儿就在门口等你 当我把这礼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就能把我召唤回来 这是田经理送给你的礼物 对 那个 小米烈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打开看看 喜欢的 哎呀 我太喜欢了 好多小儿书啊 那个 打起来 快快快快 什么 什么玩小儿书啊 不是 哎 你太了解我了 还送了一张卡片 献给大山里的孩子们 等会我要把这些小儿书 带给他们 他们得多高兴啊 那个小脸我去 哎 什么都不用说 我好感动啊 这是我收到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不是 瞧 等会儿 瞧不瞧啊 你再看看这个 这是一玩耳签送给你的 精心准备的 哦 好 哎呀 这个 这个防晒霜 我在商场见过啊 很贵的吧 好有百人呢 玩耳签 挖钱了 好 等会儿 这还有一张卡片 献给我最亲爱的小米粒 王小畅 你给我进来 哎 看见没我帮得多 小米粒 是你在胡说我吗 对啊 啊 那个 刚才我送你的礼物 你是不是很喜欢呢 你不用谢我 王小畅 我问你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挣挣挣挣不多少钱 那你送我这么贵的礼物 你哪来的钱 你说 你是不是要偷着花你爷的养老金了 这快把马的不用我爷养老金 你要喜欢的话随时都能送你 那个 小米粒 你什么都不用 蛋白 你做得非常好 王小畅 你太不懂我的心了 我咋不懂你的心了 小米粒 你什么都不用说 笨本 你最懂我的心了 王小畅 我跟你直接说了吧 你跟甜妹们送我的礼物 我更喜欢笨笨的 大琴子 你过来 不是 是 甜妹们送你啥呀 花的饼子可贵的 好白 我懂了 小米粒 你刚才说 喜欢甜笨笨的礼物 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我特别特别的喜欢 小米粒 小米粒 在我心里 你一直 是一个有理想 有追求 不被金钱所动的女孩 我知道 我方方面面都配不上你 可你在我心里 永远是那个纯真 善良 有理想 有追求的小米粒 其实 你不懂我的心 不是 他在说什么东西八糟的 不是我知道了 可能是我的事 那什么 他俩送的礼物吧 甜笨笨是化妆品 王小茜 才小时候送我 那个 怎么回事 确实是那个小茜 送你的小时候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 你也一直没让我说话呀 是我错怪小茜了 王小茜 我错了 其实是我不懂你的心 小茜 小茜 以后你不要说话 我也得说了 其实是你不懂我的心 小茜 想错了 茜啊 哥想帮你 你不懂哥的心 咋茜啊 好 好